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要查天主教的教王的家谱 彼得当然是第一任教王 因为是主耶稣应许彼得要把教会建在彼得这个石头上面 其实是他们的解禁 这个石头是彼得 因为彼得的原文就是Petros 就是石头 但是我们就叫我们说这个石头应该是什么 原文是其实是指到磐石 是指到Hillstone 是建在基督的磐石上面 而不是建立在彼得这个小石头上面 但是按照天主教的教王的 Geneology 他们的家谱 第任教王是彼得 然后彼得就传承给了谁 谁啊 格里面 Cerman of Rome 为什么叫格里面叫使徒教父 在祖后大概五个世纪 四百多年 属于教父的时代 那教父在第一个世纪 我们称为使徒教父 所以这次教父呢 跟使徒有一个直接的生命传承的关系 彼得传承给格里面 等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教父 一个拿修 Ignatius 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 是使徒约翰亲自带出来的一个拿修 也是属于使徒教父 所以我们特别先了解 这位格里面 他被称为使徒的教父 那么也有传说 他在罗马被抓 受逼迫 就放逐远离罗马 在放逐的途中 在黑海 为主寻到 就是这只兵钉 把他绑在那个船的毛 然后连毛 连着格里面 砰 丢到黑海里面 在海里面为主寻到的 那么格里面的时代 你看他的年代 他是祖后三十年到一百年 你看看这个年份跟谁很接近 跟保罗是大概祖后六十七年寻到了 他是跟使徒约翰很接近 使徒约翰也是考据祖后一百年死的 祖后九十六年 被逼迫放逐到拔木海岛 领受启示录的遗像 然后离开拔木海岛之后 回到以赴索 然后大概也是一百年 就过去了 所以格里面跟使徒约翰 都是在一个帝王 叫豆米仙的逼迫之下 那么分别的 就是特别是格里面 就为主寻到 我们来看一个图 我把这个先关掉 另外一个档 来我看看 来找到了 那看到这些是food screen吗 好 我来改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格里面 Crimmon of Rome 祖后三十年到一百年 Passecured by empire Dormatin 这个Dormatin 有人放着豆米仙 The Pope after Peter Martered in the Black Sea 就是这个格里面 那格里面 他的生命的教导 跟经历非常的丰富 特别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给哥林多的教会 为什么要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如同保罗写了两封书信 给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还没有那么厉害 比较什么 极端的 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今天领恩派的教会问题 极端的领恩 太过高举恩赐 甚至里面有纷争 各样的问题 熟肉体 所以当时 哥林多教会 又犯了这个毛病 甚至教会分裂 把教会的长老赶出去 所以格里面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来劝勉 当时哥林多教会 基本上 当时哥林多教会 最大的问题 就是追求恩赐跟知识 整个问题呢 其实日光之下 没有信誓 保罗在格里面的前书 早就讲到他们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又产生 我们一终放到格里面的前书 第八章 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 那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常常出现的问题 第八章 第一节一统来 论道既有上之物 我们晓得 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教人之高之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所以哥林多教会 他们有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所谓 讲对错 但是太多头脑的知识 却忽略了什么 爱心 唯有爱心 才能够造就人 唯有爱神 这个人才是神所知道的 神知道你不是因为 你有多大的恩赐 有多少的知识 乃是你有多少 爱神爱人的心 哥林多教会 就是太多 太过 追求知识 跟恩赐 所以姐也是我们今天神学生 要小心的 对 我们要好好读很多的资料 追求很多神学的知识 看很多的参考书 但是那个只是一部分 假如只追求知识的话 知识只能让你什么 知高 也就是过去很多的神学院 西方的神学院 一个一个垮掉的原因 高举知识 就是不追求灵命 不追求敬虔 不追求生灵充满 所以西方的神学院 我读了两年 五年多 差不多八年 在飞上 我发现西方的神学院 最大的问题 就是像 格里面所说的 只高举知识 灵命 神学院是不管你的 不像我们今天 定着你们要祷告 要追求 有特会 圣灵充满 请一个圣灵充满的 包德林牧师 来带你们圣灵充满 神学院不会做这些的 西方的神学院 灵命 你自己管 我只给你知识 而且所给你的知识 不一定是 敬虔的道统的知识 很多的神学院 是新派神学院的知识 所以难怪宋上解说 神学院是什么 鬼学院 因为他读到 那个Union Seminary Union Seminary 中文翻译 协和 协和神学院 完全是新派神学院 不相信神迹 不相信耶稣复活 所以宋上解 原来是牧师的孩子 有敬虔的追求 但是整个的信仰 进到神学院之后 丢掉了 开始研究佛学 研究别的东西 医经 完全就是 不信神 这样的新派神学院 在美国是 比比皆是 而且所有所谓有名的神学院 在二十世纪初 一个一个倒下来 从Union Seminary 协和神学院 要到 普林斯顿神学院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 Westminster 西米斯神学院 就是当年 1919年 当年 普林斯顿神学院 已经变色了 已经变新派了 神保守的其中几个 敬虔爱主的教授 离开了普林斯顿 去到费城 在1919年建立了 西米斯神学院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Grand Machen 是第一任的校长 还有Venture 还有好几个 这些大将 所以在二十世纪初 很多的神学院 包括 耶鲁神学院 Yale 哈佛神学院 这些原来都是 非常近前 早期的清教徒 建立的神学院 普林斯顿 第一任的院长 你这个是谁啊 多近前的人 你知道是谁吗 Jonathan Edwards 那么近前的一个校长 第一任的校长 是普林斯顿的校长 那么爱主近前的一个清教徒 但是现在的普林斯顿 已经变成新派了 所以 我们真的感谢神 神还是保守了 这些小数的 后来福音派 就建立了 Golden Cornwall 建立了 Fuller神学院 Western神学院 其实都是后期 其实几十年才有的 但是原来那些 最棒的神学院 都没有 就是因为 十九世纪末 神学院越来越只追求知识 越来越只高举学位 那么请来的教授 都是要大有名气的 都是要德国留学回来的 这个德国已经沦陷了 因为德国是第一个走新派神学的国家 出了一大堆新派神学家 所以他们迷信欧洲的几些神学家 几些大教授 一请来 神学院就开始就变了 追求知识而已 不追求生命的经历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神真的爱美国 美国虽然 三分一的教会 变成新派 在二十世纪初 多厉害啊 多严重啊 魏理工会有新派 晋星会有新派 所以晋星会分 美北晋星会跟美南晋星会 美北是新派的 美南是保守的 每个中派都有新派神学 整个美国的教会 真的走下坡 但是 1906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 五旬节的运动 在阿苏沙街 圣灵大教官 各样的神迹歧事 见证所传的道 让人没有办法否认 耶稣是诱振诱火的神 你们新派的教会说 耶稣没有复活 没有神迹 但是被圣灵充满了教会 神迹比比皆是 教会大大的增长 神怜悯北美的教会 也怜悯整个世界的教会 当北美的教会 不伤心神迹 不伤心耶稣复活 变成新派的教会 神就欣喜了五旬节的教会 所以美国的教会在过去一些一百年 还保住一个增长跟老本 是圣灵的工作 不然美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算教的一个国家 神还要用美国成为一个算教的国家 而拆牌算教是最多出去的 是这些圣灵充满的教会 这是他们统计出来的 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见证吗 不永康 为什么信主 是因为他的祖父先信主 他的祖父住在乡下 怎么会信主 因为圣教士 参加了阿苏沙街 被圣灵充满 圣灵就引导他说 你要去德国 引导他去到那个地方 不认识一个人 结果去到一个店铺 说我迷路了 然后就聊起来 说有一个老先生病了很久 结果他就主动说去为他祷告 就是不永康的祖父 病马上得医治 传加信主 所以整个的算教士运动 很多的算教士 都是因为五旬节运动带出来的 包括我们中国教会 上下礼拜天的包姆斯的见证吗 他让整个的方程团队 被圣灵充满 对不对 那个营雅会做见证的 原来不懂什么是圣灵充满 不懂的什么是方言 什么是医病赶鬼 其实恩师什么都不懂的 包姆斯把这个真理带进去 整个方程团队被圣灵教官 就开始打发复义食者 都是年轻的 我看了他们这些复义食者 都是女孩多 十七八岁 两个两个 做复义食者 被圣灵充满 就教会给他们单程车票 没有任何的钱 就去了 大庆的大复兴 就是这样带出来的 我看到这些复义食者 都好年轻 甚至他们有人做见证 去到大庆又冷 那有没有人接待 既是祷告 他们的冷死在冰天雪地 然后是有人把他们救到家里面 然后那个家庭信主了 然后才开始 就聚会就开始了 他们用生命 真的是拼命地去传福音 这是因为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对对对 真的这个是 受很多的逼迫 就是因为被圣灵充满 否则没有这种能力 为神做见证的 所以圣灵是很真实的 在美国带来的福音 在我们中国带来的福音 真的神怜悯 教会 过去整个西方的神学院 西方的教会 只追求知识跟理性 没有用的 因为知识只能够让人什么 至高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所以当时格里面 就特别写了一份很长的信 总共分了65章 从第四章到38章 就讲到生命美德的重要性 讲到爱 讲到谦卑 讲到顺服 讲到悔改 而且特别提出 一切的恩赐 你们高零多教会 有各种的恩赐 医病的恩赐 方言的恩赐 个人的恩赐 他特别说 所有的恩赐 包括你得救的信心 这一切的恩典 都是神所施 人没有办法知高 特别提醒他们 他们所缺的 不是这些知识跟恩赐 他们所缺的是爱心 太多头脑的知识 但是太少生命的破碎 然后到了四十二章到四十四章 就讲教会的治理跟权柄 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格里面第一个讲的 叫使徒权柄的传承 apostolic succession 看到这个讲义吗 apostolic succession 他就强调 教会的权柄 不是一个人势力的权柄 是有他的divine origin 神圣的来源 他就用了一个的说明 天父差派主耶稣 授权把权柄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给了主耶稣 然后主耶稣呢 又差派授权给使徒 让他们奉主的名传到义兵赶鬼 带着权柄的 要使徒呢 就差派授权案例 教会的长老 执事跟牧者 所以你看到这个权柄的传承 今天你做教会的长老也好 牧师也好 执事也好 你是带着权柄的 而这个权柄是从神们 被授权下来的 这就是权柄的传承 那这个权柄的传承呢 就被后来的天主教呢 这个观念被后来的天主教用了 那他们把这个权柄的传承呢 就变成是教王权柄的传承 所以彼得把这个权柄授权给格里面 格里面再把这个权柄授权给下一个教王 那记住 这个教王这个Pope 格里面按照天主教的说明 他是第二任的Pope 第二任的教王 彼得是第一任 耶稣把教会建在彼得这个石头上 所以彼得是罗马 这个教区的第一个教王 这是天主教的说法 然后第二个教王 就是格里面 Pope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中文翻的教王 其实没有那么威风 其实Pope这个字原文是什么 是拉丁文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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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这个P 从拉丁文翻出来的 变成英文是Pope 拉丁文就是 爸爸 father 就是父的意思 带着权柄的 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的 有权柄的 但是很可惜天主教把这个Pope 本来是一个父亲为父之心的 这种爱跟牧养 但是却把它变成是一个教王 就是因为后来政教合一 在教里 这个教会里面的大家长 如同父亲一样 却变成了一个王 所以变成中文就翻成教王 那英文Pope这个字呢 其实原来是父亲的意思 那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注意到在中国最近也有一个运动 很喜欢教会的一些领袖 叫 叫 爸爸 或者叫他是 巴 不叫牧师 也不叫长老 突然间在教会里面产生一个地位跟权柄 就是巴 而且跪在他面前 我真的亲眼看 爸爸 让他叫了 突然间在中国教会把这个巴 这个巴的这种的权柄跟地位 带进中国教会 本来中国教会已经太多权柄了 各自三投 现在又来一个运动 要人完全顺服这些领袖 就如同巴一样 我都提醒他们 我说要小心 不知不觉 或许又回到天主教 高举个人权柄 当初是好的 是巴 发的 但是后来变成 教王了 他的权柄太大了 所以 耶稣在马太福音 就已经有提醒我们 我们在地上不要去 尊称人为父 记得那个经文吗 在马太福音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我没有记错在 马太福音 好 我们翻到二十三章 第八节 其实耶稣早就警告提醒 但是人还是落到天主教的 这个交往的错误里面 好 第八节一同来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 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 就是天上的父 在这个信仰里面 只有天父 当然我们家庭有父亲 对不对 但耶稣简单的话是指导 一个信仰的关系 天主教从开始的时候 他就先用这个发德的观念 殆尽的权备 殆尽的控制 所以我们中国教会要非常小心 为了这个问题 我也跟张永浪弟兄交通过一两次 就是说我们要非常地小心 一些国外来的影响 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圣经里面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有没有圣经的警告跟提醒 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要接受 教会神所设立的职份 我们尊重 有使徒 有先知 有牧师 为教师 但是没有设立这个 发德 破几种的地位 要非常地小心 特别 马太平二十三章 耶稣就特别地提醒 那么的确 格里面的这种权柄的传承 是被后来的天主教用来 肯定这个教王权柄的传承 但是当初呢 格里面高举这个使徒的权柄 高举这个长老主教的权柄 是有一个特别的好意跟用心 他的好意跟用心是什么 因为没有教会的权柄 就没有办法保守教会的和谐跟合意 弟兄姊妹都顺服大家长 长老或者主教的权柄 你们在那边纷争 你们在那边吵闹 这个大家长主教出来说话 就把这个什么 纷争做瓶颈 就好像两个孩子在吵架 爸爸一出现 就搞定了 一个家庭不能没有爸爸 所以你很重要 站在你两个孩子都是男的 现在不是一男一女 会吵架的两个男 打了抢玩具 爸爸一出来就 可以搞定了 因为爸爸有权柄 所以当初是为了教会的和一 如同高举多的教会 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 这个长老的权柄 把教会的长老赶出去了 所以教会大乱 分裂 所以为了教会的和一 所以格里面高举 这个教会的权柄 要服权柄 要听话 不要吵 不要闹 听话 假如会众不服这个神圣的权柄 都没办法 谁要听你 我跟你都是基督徒 我为什么要听你呢 对不对 在北美的教会就是这样 谁都不听谁的 你不是讲的 不算数的 我不喜欢听 我就换教会 我管你的 但是在初代的教会 不是的 被教导 这个权柄是一个 Divine Authority 是一个熟灵的接盖 熟灵的保护 你不能离开这个权柄 离开了 你就 就危险 是这样的一个教导 第二不单是为了unity 第二是为了purity 因为初代的教会 很多的异端 罗斯底主义的异端 哥罗西书里面 都讲到很多 罗斯底主义的错误 各样的异端 为了保守教会信仰的存证 弟兄姊妹要服权柄 接受长老 主教 正理的权柄 外面听的 这些东西乱七八糟 不算数 好好听主教 听牧师的教导 高举这个熟灵的权柄 保守教会信仰的存证 来把异端可以分出去 所以你看今天 中国教会多少异端 为什么异端那么猖狂 因为教会的熟灵的权柄 跟真理的教导不强 所以异端才会进来 所以这个熟灵的权柄 在某方面是需要的 保守教会的合一 跟教会的信仰的存证 我们一位校友在上海 牧养一个教会 她是个姐妹 她就大概大半年之前 给我一个电邮 她说院长不行了不行了 我们教会现在快分裂了 因为有一群的姐妹们 受到Joseph Prince的影响 她把他们教会这些弟兄姊妹 写的一些文章 高举这个安典论的文章 不需要认罪悔改的文章 都送过来给我看 后来我写了一些回应的文章 但是还是这个教会分裂 假如教会的牧者 熟灵的权柄 没有被重视的话 就很难 你虽然跟他讲圣经的真理 他不听 我为什么要听你呢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 熟灵的权柄的肯定 他也没有被暗幕 他也只是个小姐妹 所以谁都不管他 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 Joseph 你也只是个小弟兄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这需要被暗力 所以教会需要有长老 有主教的这样一个 神圣的权柄跟暗力 让弟兄姊妹有一个顺服的心 否则的话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所以解释当时格里面 为什么要高举 这个 长老 主教的权柄 这个Divine Authority 除了强调教会的权柄 他更强调教会 真的是神的家 要彼此相爱 要宽容 要彼此款待 信徒不可停止聚会 不可以离开教会的保护跟接盖 教会如同一个方舟 你离开了教会 做好人离开了方舟 你就失落了 就会随流失去了 那就是格里面 一个重要的教导 就是爱跟合一 还有就是教会的权柄 那关于这个主教跟长老的问题 跟监督 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 我们发到十字行转 二十章 我们看二十章 十七节跟二十七 其实两节很重要 关于长老跟监督 主教 监督也发到英文是Pishaw 就是叫监督 叫Pishaw 主教 好 我们一同来读 二十章 十七节 一同来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 往以乎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注意哦 谁来了 长老来 那这些长老也被称什么呢 我们翻到二十七节 后面一点二十七节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必为传给你们的 圣灵 必你们做什么 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勿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 所买来的 所以这些长老 也是什么 做全群的什么 监督 监督这个字 原文就是Pischer 然后有些人翻的是主教 所以其实长老 就是在做监督主教的工作 在那个时候 革里面 基本上还没有把这个长老跟监督 两个职份分开 是要到后面 一个拿修 才开始把它分出来 长老是长老 长老之上 有监督 更高一场的 是Pischer 所以我们看第二位的使徒教父 刚才提到这个教会受逼迫 我这里列了十大逼迫 十大的罗马帝王的逼迫 从黎路王到这个使徒约翰 跟这个格里面 第二位的军王 Dormitin Dormitin 十大逼迫 一直到什么时候 在停止 到这个米兰的御令 Edith of Milan 是谁发出这个御令 313年 君是坦丁王 他信了主之后 再把基督教合法 不但是合法 而且变成国教 就在主后313年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十大逼迫呢 因为 另外一位使徒教父 一个拿修 Ignatius of Antio 他是哪个地方的主教 安提亚教会 一想到安提亚的话 你想到这是什么 这个地方不得了啊 安提亚 除了耶路撒冷 就是他了 因为他是早期的参教中心 打发保罗巴拉巴 出去参教的 基督徒 信徒被称为基督徒 也是从安提亚开始的 整个的教导中心 整个的参教中心 都是安提亚 而这位Ignatius 一个拿修 是这个教会 第三位的主教 那么 他基本上 是这个使徒约翰的学生 跟波提卡 波利卡 都是使徒约翰的门生 那么波提卡 波利卡 那么大家知道 他最有名的见证吗 他面对这个 罗马兵丁的逼迫 要他弃绝 不信耶稣 然后波提卡 在这些兵丁的面前 勇敢地做见证 他说我师奉主 86年 神那么 的恩待我 那么长的岁月 恩待我 我怎么可以去否认我的主 所以当场为主寻到 波提卡 那他跟这个 一个拿修 都是同学 就这样 兵雅跟这个陈鹿 你们是同学 在那里寻到 他也要寻到 当我们这个 波提卡寻到了 一个拿修也寻到 甚至呢 记住 一个拿修 在我们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 他被誉为 寻到者之父 Father of martyrdom 除他之外 也有很多人寻到 对不对 从使徒时代 使徒就寻到 波提卡也寻到 刚才提到 格里面也寻到 但是为什么 一个拿修 被称为 Father of martyrdom 因为他不单单 自己寻到 他是第一位 把这个寻到主义 透过他 写的七封的书信 给各地的教会 他高举寻到 教寻到 寻到的荣耀 寻到的宝贵 寻到这个极大的赏识 他是第一位 用文字教寻 寻到 不需要害怕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一个恩典跟赏识 甚至呢 他写信给 许多不同的教会 当他在安提亚 被抓之后 要压到罗马 在途中 一年多的时间 他不断地叫弟兄姊妹 他写信给弟兄姊妹 或是来访问他 探访他的弟兄姊妹 他都一再说 千万千万 不要用任何的方法 拦阻我 走上这条 荣耀 为你寻到的道路 他是第一位 高举寻到 而且认为寻到 是非常荣耀的 他认为 一个真正的门徒 一个完全的门徒 他真的要做耶稣的门徒 做到完全的话 一定要寻到 有没有圣经根据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 第九章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读到第九章 把它有点灵异化 但是 一个拿修 是真的是 照着字面来领受的 我们看第九章 二十三 跟二十四节 好 耶稣 又对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逼上掉生命 凡为我上掉生命的 逼救了生命 一个拿修 就是羡慕 要做耶稣完全的门徒 要背识架 要为主 舍弃生命 他真的读这段经文 直接接受 你真的要做一个门徒的话 最终 你要 为主舍弃 甚至他认为 这个舍弃寻到 是 他生命中 最新香的祭物 现在在他面前 当张身体献上 他真的把身体献上 他是很自面的 认为要把身体献上 才是一个最新香的祭物 焚烧在神的面前 甚至他 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 里面有一句话 写的 被狮子咬死 是一件 非常宝贵的事情 大家都害怕狮子 看到那个图吗 他其实不害怕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害怕 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找他原来的文字 他说 他说 If only you do not prevent me 不要拦阻我去寻道 Don't prevent me I beg you 我求你 Do not do me any ultimate kindness 不要好像 对我有些仁慈 要救我 他说 Don't Don't do that Allow me to be eaten by the beast 被狮子 野兽 吃掉我 Allow Allow me to be eaten by the beast Which are my way of reaching God 是我 更达到神面前的 一个的方法跟道路 I am God's wit 哇他这个描写得太棒 我是神的 麦子 I am God's wit And I am to be Grounded by the teeth of the wild beast 我的生命如同麦子 要透过狮子的口啊 把它咬碎 磨碎 磨成什么 他说 Pure bread of Christ 成为基督 纯正的 面包 这个麦要被磨的 要被咬碎的 他说怎么咬碎呢 透过狮子的口 by the teeth of the beast so that I can become the pure bread of Christ 你看 他对这个寻道 没有惹得多美 他不希望 任何的人拦住他 他觉得 解释一个 心香的寄物 解释一个 生命的 成全 这个肉体的生命 被他咬碎 如同麦子 被磨碎 变成 神纯净的面包 才能够 让世人 得着真正的喂养 更鼓励 真的 教会 寻道者的血 是教会的种子 The blood of the mother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因着许多寻道者 他们的见证 他们用生命 用保血 用他们的血 见证 他们的信仰 整个罗马帝国 被翻转过来 解就是 一个拿手 所以他 肯定 寻道 肯定 苦难的价值 不像我们 今天的教会 怕 怕被抓 怕被打 怕为主寻道 应该是 94年 我跟亮哥 在河南一起聚会 培训 最后一堂聚会 神都感动我 讲 为主寻道 效法 这些初代的教父 我都把这几个教父的见证 跟他们分享 哇 没想到讲完之后 张永良弟兄就站出来 哇 带着弟兄姊妹 认罪 悔改 流泪 所以我们过去 都不怕 为主 作奸 今天一看到公安 我们都怕 我们要悔改 我们愿意 为主作奸 为主寻道 哇 祷告 认罪 悔改 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才结束 结果 我们就 就去到这个正中 然后就分手了 分手之后 一个礼拜 张永良弟兄 就被公安抓了 一判就是七年 就是 这个94年的事情 后来 我们 他出来 我们见面了 他说 王牧师 你真的不知道 谁好像预备我的心 跟我说话 不要怕 为主寻道 真的就没想到 一个礼拜之后 就被抓了 一抓 就关了七年多 中国的教会 是不怕逼迫 不怕苦难 不怕为主寻道 其实真的 好多的教会 领袖 基督徒 是为主寻道的 太多的见证 我听过一个见证 在中国 三面红旗的运动的时候 抓基督徒 在一个乡下里面 抓了基督徒 把他埋在地里 头伸出来 一口钉子 放在你头顶 你信耶稣 还是不信耶稣 你拒绝你的信仰 我把你挖出来 假如你还是 见识信耶稣 钉子就打下去 当场死 是其他的基督徒 亲眼看到 后来跟我说了 多少寻道者在中国 有些是有人知道 有些是没有人知道 中国教会的成长 真的是多少寻道者的血 轻的是左肩 厉害的就是为主寻道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 神透过伊格拉修的教导 跟圣命的见证 把这个寻道的事情 讲得非常的荣耀 基督徒一点都不怕 以这个寻道为用 所以其实他的教导 我上次获取 就是影响了奥利根 奥利根从年轻 就想为耶稣寻道 我们下礼拜会讲的奥利根 但是后来他不能为神 红色的寻道 真正的流血 舍命 他后来就教导 叫白色的寻道 用圣洁的圣命 爱神 侍奉神 为主寻道 很有意思的奥利根 记住随便一讲 奥利根是内在生活之父 刚才提到 这个伊格拉修是寻道者之父 我们下礼拜要介绍 奥利根他是内在生活之父 因为他是第一个人 讲树林五官的 他第一个人 把希伯来自第五章十四节 这个sensus把它解开的 那他自己有很多 内在生活的经历跟见证 奥利根 我们下礼拜一定要讲到奥利根 好 我们 除了看到这个伊格拉修 对这个寻道主义的贡献 那么 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 他提出 什么是教会生活 究竟我们来到教会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教会生活的核心 是什么 有一些经文 我们一定要读的 一幅所书第一章 来看什么是教会生活 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在哪里 第一章二十三节 好 我们一同来读 二十三节 第一章二十三节 教会是 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经文提到 两次充满充满 教会是 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是充满的 是耶稣所充满的 教会的肢体是谁啊 就是信徒 你跟我 这个肢体要连在 教会的身体里面 才能够经历到 耶稣基督的什么 充满 今天很多基督徒 只追求圣灵充满 忘了 教会的充满 基督的充满 而 一个拿修 早就提到 教会生活的重要性 你需要跟教会 连结 过教会的生活 才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 经历基督的充满 你要真正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你一定要过教会生活 你不能单打独斗 躲在放上野地 去那边 苦修 没有用的 教会 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 万有解说 充满的 你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 在这个教会身体里面 在过这个肢体生活的时候 你就经历到 基督的充满 更丰富 所以你要灵命进步吗 一定要有教会生活 不能够只是 独善其身 今天美国教会的问题 就是很多基督 不过教会生活的 看看电视 崇拜 觉得 还有电视教会 捐钱给那个 那个电视教会 就可以了 没有教会生活 没有肢体生活 但是 一个拿修 非常强调 一定要 在一起 在一个身体里面 过教会生活 才能够经历到 基督的充满 那问题是 教会生活的重点 跟中心是什么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想教会生活的重点 就是主要崇拜 敬拜赞美 听不思想到 小组查经 四个W 会懂吧 四个W 来东显你应该最懂 你唱唱灵良堂的 四个W是什么 小组 哈 那你不能去雷达党 学了些什么东西 雷达党最厉害 就是四个W 小组 对不对 第一个W 是什么 Welcome对了破兵 玩玩游戏 讲讲故事 破兵嘛 Welcome 第二个W呢 Worship 敬拜赞美 Hallelujah 对不对 第三个W是什么 神的话 Word Word 第四个W是什么 Work 要侍奉 工作 四个W Welcome Worship Word 还有Work 要侍奉 安慈的侍奉 工作 不然 有目到有来 你手痛啊 我们来 为他安属祷告 一祷告 都当成好了 马上信耶稣 Hallelujah 小组的增长 是因为有 恩赐的 师奉跟章权 我看你好像 心情很沉重 要不要我为你 祷告一下 一祷告 把他心里的隐情 讲出来 是因为你最近失恋 那个男生 怎么怎么 讲出来了 不是真 这个比喻 所以 哇 神真的在我们中间 真的是有神 是耶稣 所以小组教会 为什么会增长 不是因为 小组好像一个团契 教会 有小组 跟小组教会 这个 矿剑雄牧师说 是天渊之别 今天多少教会 搞个小组 其实还是在团契 不work 你要 这四个才行 甚至 小组成为一个小教会 才work 不是教会有小组 是小组 教会化 每个小组 就是一个小教会 他们就有 小的同工会 就祷告 怎么去传福音 怎么去办交友 怎么去吃饭 要传福音 每个月 他们都有 小组的同工会 分工 怎么去传福音 怎么去关怀人 小组 帮忙做月子 这个是work 对吗 所以 小组教会 增长好快 不是教会有小组 是小组教会 小组就像教会一样 所有的恩赐 是师父都在里面彰显 五重直视的恩赐 都在里面有 九大恩赐 都在小组里面彰显 义病 干鬼 方言 各样恩赐都有 这样才会增长 主日是崇拜 很难去服事 很难去个人步道 传福音 小组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过去参加小组聚会 我最喜欢的就是传福音 步道一来 结束了 你走不了 跟传福音做绝职祷告 你们听过 台湾 王雪红吗 他的先生 陈文奇 有一天来到我的小组 我带他做绝职祷告 过了一个月 在林良堂受洗 没人知道是我带他信主 我带他做绝职祷告的 恩赐张奇 传福音的恩赐 各样的恩赐 总是要在小组里面 让人信耶稣 看见神的大能 所以 一定要过教会的生活 但是我们今天所想的教会生活 就是小组 敬拜等等 团企 但是格里面那个时代 你真的吓一跳 他说教会生活的中心 是圣餐 来到教会最重要的是 透过圣餐来亲近主 透过圣餐吃主的肉 喝主的血 甚至透过这个圣餐的饼跟杯 他描写这个饼跟杯 是灵魂的良药 Medicine of Immorality 是永生的良药 这样来高举圣餐的 所以 他们来到教会 弟兄姊妹最可恶的 不是来唱歌 也不是单单听到 他们每个礼拜 都是守圣餐的 我们今天教会一个月不错了 有一次 但是常常是吵吵了事 一线 传过去就没事 他们是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圣餐那边 来享受神的同在 纪念主的宝血 经历神宝血的功效 甚至当他们拿起那个饼的时候 他们真的凭着心心 解释耶稣的身体 复活的身体的大能 在我里面 我得着整个灵命的医治 甚至肉体的医治 所以弟兄姊妹是非常羡慕 来到主的圣餐做钱 整个的圣餐 是他们整个灵命的提升 灵魂的医治 甚至肉体 也得到医治 所以他们是很重视圣餐 是真正在这个圣餐里面 赤子的肉 赫子的血 好 让你们得圣灵 我们再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 解释他们真实的经历 我们一同放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只读五十六节 第六章五十六节 一同来 吃我肉和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看到了吗 这个圣餐让我们经历到耶稣 不断地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能够跟耶稣基督 有很亲密的关系 我也藏在他里面 所以你讲 怎么abiding in Christ 怎么住在基督里 怎么跟基督有亲密的关系 一个老修说是靠圣餐 吃我的肉和我的血 我藏在他里面 你们也藏在我的里面 所以初代的教会 他们高举来的教会 是这个圣餐座 而不是讲台 讲台也有 但是他们最羡慕的 是圣餐 而一个拿修教导 一个教会 能够有圣餐圣礼的举行 需要有主教 不是任何一个人 可以去主领这个圣餐 是一个荣耀的圣礼 是要主教 所以一个教会的记号 就是圣餐跟主教 甚至提到 no bishop no church 因为没有主教 教会中不能有圣餐 所以不成教会 教会的中心 教会的核心 就是弟兄姊妹 能够一同聚集 每次每个礼拜 一同聚集 就是来亲近主 守这个圣餐 经历到这个圣餐 成为他们灵魂的良药 再次重新得利 再次能够 经历到耶稣基督 福和圣命的打 是这样来参与 在那个圣餐里面 但是今天 很多的教会圣餐 只是一个草草的形式 太快了 甚至太理性的圣餐 只是纪念 而不是经历 领受神福和圣命的大能 他只读那段纪念我 为什么纪念我 太理性 没有读戒断经 根本就没有人 没有读约翰第六章 一个来说说 这个饼跟杯是灵魂的良药 你一吃下去 皮细细吃了这个饼 你的生命不一样 非常重视这个饼跟杯的 但是很可惜 重视到一个地步呢 后来被天主教利用了 变成是高举望弥撒 你就知道为什么天主教 高举这个望弥撒 弥撒就是 直到这个圣餐里 他们去教堂 就是要望弥撒 就是要领受圣餐 听不听到 没所谓 最重要呢 领受圣体 听说这个话吗 因为我在天主教 中学读了七年 有时候他们会 专门的学生去参加 他们天主教的望弥撒 所以我也尝到 望弥撒的味道 当中他们读拉丁文 读完就是 要是要跪 大家就要跪 我罪我罪我的罪 然后要读玫瑰经 那时候 因为我们是英文中学 所以玫瑰经是用英文的 我只记得第一句 Hail Mary 就是跟玛利亚祷告的 整个内容我忘了 神好像 我是背了七年 因为每天下课 一定要背玫瑰经的 背了七年 七年的东西 居然会忘了 圣灵的工作 把这个错的东西 从我生命里 erase 但是 每天早上上课呢 他们有个优点 被主导文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ello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t least on heaven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y is of kingdom Gory and power 诶 主导文我背起来 玫瑰经就忘光光光 感谢神啊 因为那个是错的 他们天主教啊 太注重圣餐了 就是忘彼撒 把这个伊格拉修原来美好的东西呢 又交往过正 又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变成一个仪式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天主教徒 他们要 找神父 Confession 办告诫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啊 他们很看重 要领那个圣餐 但是 他们的教导 你领圣餐之前 没有好好省察认罪 你是吃喝自己的罪 他们不敢去领圣餐 天主教徒是 节点比我们基督徒优点 他们真的是知罪 都不敢随便去领圣餐的 直到你的罪 先被对付 先去认罪 所以 你礼拜天要忘彼撒之前 你一定要去天主教堂 找到个神父 先告诫 告诫完了 才安安心心 快快乐乐地去参加忘彼撒 领圣体 否则你不敢领圣体啊 这个是圣体啊 你开玩笑 他们是很神圣的一个聚会来的 圣礼来的 那今天是天主教 某方面有这个优点 让天主教徒呢 懂得知罪悔改告解 但是呢 基督徒呢 就比较没有这个认罪悔改的意思 甚至圣餐反正就很随意嘛 也没有好好在神面前 醒察 认罪 预备 都没有 反正就是像一个仪式 传一下就过去了 失去了宝贵的恩典 所以 这个高举圣餐的传统呢 是从伊格拉修开始 有他圣经的真理 也有他的对的地方 但是很可惜 后期被天主教 变成一个仪式 而且也有错误的教导 这个柄是基督的身体 领圣体 每一次的弥撒 是耶稣再次地被献上 再次地流血 这是他们错误的 修罗来说 讲到耶稣在实际上 一直献上 永远有梦想 但是因为他们是说 这个柄是个真实的身体 所以再次被破碎 第三 伊格拉修的贡献 我还有一点点时间 一定要把伊格拉修讲完 他提到 我们基督徒平常 灵性生活的操练 教会生活是圣餐 最重要的灵性的造就 但是他说 我们平常基督徒的 灵命的操练 最重要是安静 少言语 不要太多的讲话 讲错了 太多的讲话 夸耀自己 太多的讲话 答应别人 这个做不到 所以他特别引用 这个真言的很多的经文 提醒基督徒 要做安静 要做安静的 少讲话 除了讲神的话 交通神的话 世界的话 少讲 因为人很多的话 都是在告举自己 人很多的话会讲错 会弹导别人 闲话 传话传错 这与此类 所以 一个拿修 非常教导 基督徒要安静 It is better to keep silence and to be than it is to speak and not to be 我们宁愿做安静人 能够做出来 而不要 讲 却做不出来 这是他 给基督徒 美德的一个提醒 少言 安静 但他最大的 灵性的教导 贡献是说 不单是外在的安静 一定要操练 Inner silence 里面的安静 里面 安静的仰望神 亲近神 甚至他举了 耶稣基督做榜样 耶稣就是一个 常常 祷告安静在 父神的面前 来 听见父神的声音 明白父神的旨意 天为亮 耶稣去祷告 亲近神 耶稣 通向了祷告 要明白父神的旨意 拣选十二门徒 耶稣常常 去到旷野 安静地 亲近父神 在 安静当中 听见父神的声音 明白天父的旨意 做父 要他所做的事 回去好好看 约翰徽 第六章 第八章 耶稣的见证 或许我们 只读一段经文就好了 好 我们一同来看这个 约翰徽 第八章 二十六节 你们回去再看 这个约翰徽 的第五章 第六章 跟十四章 都有耶稣的见证 他如何 只听父神的声音 只做父 要他所做的事 我们看约翰徽 第八章 二十六节 听见的 我就传给世人 你看到吗 耶稣是怎么听见呢 在安静当中 在祷告当中 听到父神的声音 所以他强调 基督的生命 是一个与父连结的生命 与父缘为一 不但是本体的合一 更是一个生命的合一 所以耶稣的见证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的里面 而这样的一个的联合 一个拿修教导 是因为耶稣常常安静 在父神的面前 在灵里面 常常安静 活在父神的面前 所以他能够听到父的声音 能够看见父要他所做的事 等于说主耶稣的灵耳 灵眼都完全开通的 他能够看到 他能够听见 他能够知道 所以一个拿修 是以耶稣基督的安静 祷告的生命 作为信徒的榜样 更多的安静的亲近神 第四 他提到 什么是一个真正的门徒 一个真正的门徒 当然最高的目标 为主寻导 成为一个心象的祭物 献给神 但是他讲到 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门徒 来是能够活出一个话语的生命 A light of word 他高举的是神的话语 耶稣如何道成肉身 我们也要把神的道 成为生活跟生命 不是只是会讲神的话 讲神的道 或是听神的道 如何把道变成你的生命跟生活 才是重点 我们一段来看 菲律比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 所以基督徒听到 不是只是一个享受 来听听觉得很过瘾 这个道是要去活出来的 我们一段来看 这个菲律比书第二章十五跟十六 一段来十五节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畏的 在这些弯曲卑妙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些时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好 最重要是把生命的道 活出来 表明出来 透过你的生命生活 彰显出来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 A life of worth W-O-R-D 要把神的生命之道 显明出来 活出来 如同耶稣 道成肉身 要给人看见 最后 他非常反对极端的禁欲主义 他虽然高举寻道主义 但他不否定肉体 跟情欲的真实性 他甚至讲说 Everything that you do even in the flesh is spiritual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一切的事情 属肉体的事情 只要你是在基督里面做的 都是属灵的 is spiritual because you do it in Christ 你一切的 你一切的 肉体 属肉体的事情 嫁取 分取 你的吃喝 玩乐 这一切的事情 只要是 在基督里面 为基督而做 为基督而生活 是在基督里面的 是属基督的 这一切都是属灵的 吃喝嫁取 都是属灵的 分取 没有错 情欲的需要 肉体的需要 没有错 就像孔夫子所说的 什么 食性牙 吃跟性 是最神圣的事情 一个拿修 同样的教导 你所有的 属肉体的事情 不是罪恶 在基督里面 都是美好的 都是属灵的 Spiritual 所以你看到 一个拿修 这位教父 虽然他的寻道主义 我们现在觉得 有点极端 但其他很多的教导 非常的宝贵 特别对圣参的教导 让我们真的重视 圣参是与基督的联合 Holy Communion 好 我们时间过了几分钟 我们用点时间 一种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